將春節的喜慶、溫暖、開運、團聚的元素 以作品呈現出來 還有中元節前程祭祀的文化展現 七夕、情人節、浪漫主題 所有的作品精彩無比 這是道江商職廣社科第47屆畢業成果展 在台北地下街展出到4月3號 我們做的是春節 就是納喜送春 然後因為我們是覺得春節是最代表我們的一個節慶 就是最喜慶的日子 所以我們決定做這個節慶 主要就是大家很熟悉的紅包袋 然後還有一些糖果盒 因為過年大家會一起吃吃零食 然後我們還有米 納喜米 因為台灣人都會吃米飯 然後我們就做一小包一小包的 剛剛好是那種一人一個份的量 另外廣社科還有許多豐富人才 如在高中職電競圈獲獎無數的哈士奇校隊 還有K-pop魅力四射的舞蹈表演 一展學生多元成才 因為我們其實這一季我們要打ACS 然後其實原本實力還不錯 就是因為一年級的學生比較偷懶一點 所以就導致三年級有點心態有點受到影響 所以就實力有點下降 然後花了很多時間在跟他們聊心態方面的事情 哈囉大家好我是櫻花 我是一個實況主YouTuber跟插畫家 那我在道江市擔任那個電競幕後老師 主要就是教學生一些可能影像的處理 或是社群的經營 像實況的啊還有一些可能YouTube頻道 或是影片要怎麼製作等等 那這一次的這個展覽成果展他們準備了非常的久 像昨天我們就開始在佈置的時候 同學們都是非常的努力 像一些貼那個海報啊之類的 所以我們就是也是用了很長的時間 他們是用了大概一整年時間去籌備這個活動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來支持一下 那成立的宗旨是我們會以K-POP的MV5為主題 然後去發揚這方面的舞風跟表演感 然後為了這一次的表演呢 我們其實有七個學生來上台表演 那比較大的瓶頸可能會是 因為我們一週我帶他們的次數可能一週就一次 然後如果人沒有到期的話 隊形走位上面會遇到比較大的困難 就是比較難安排 那讓我很欣慰的是其實學生們都很認真 然後他們學的速度也非常快 然後有長大要改進的地方 他們也是就是隔天或者是甚至15分鐘後 就可以看到很明顯的進步 因為K-POP講求的是表情與動作上的整齊 那因為我們在把舞學完之後 學完之後每個人的身體 每個人身體形狀與身高體重的不一樣 所以造成形狀上的不同 那因為表演上畫面的緣故啊 我們必須把畫面做到一模一樣 甚至跟MV上一模一樣 這個是比較困難的 那讓我覺得比較欣慰的是 在教導完同學怎麼樣練習的方法之後 同學們慢慢都可以自主練習 其實可以在老師不在的情況下 然後慢慢的把心裡面 心目中想要的畫面 想要的效果慢慢呈現出來 那接下來就可以呈現在各式各樣的表演上 這是我比較欣慰的部分 廣設科分為設計組、表演設計組、電競組 讓學生們能視性發展、多方面學習 畢業成果發表會表現得非常的優異 我們今年是用節慶到福江志這樣的一個主題 那就是年節的表現 我們也把三年的所學都能夠呈現出來 像我們也有七夕的 確信有你 還有中元節的、春節的、端午節的等等 這樣的一些節慶 我們把它展現出來 那我們這次的第一名 是確信有你也就是七夕 那真的是在色彩的呈現 都是表現得非常的優異 那當然我們本屆的畢業生 我們也覺得非常的優秀 因為我們到江山職的廣告設計課 有分為三組 一組是我們的就是表演設計組 還有電競組 還有廣告設計組 我們電競組 榮獲了全國的前四強 而我們的就是我們的電競組 也參加了亞洲杯 榮獲了在亞洲杯裡面得到了亞軍 實在讓我們也覺得 為他們感到驕傲跟光榮 我們今天畢業展做得非常辛苦 為什麼 因為我們有電競在了一半以上 設計佔了一些 設計佔了一部分人 但是電競的人 剛剛各位貴賓有看到 他們上台都不講話這樣 他們比較不愛講 所以他們有些時候不愛表達 但是呢 我說這要做什麼主題才能夠 把他們表現出來 他們比較能理解的 那就是節慶 因為他們 雖然每天都在家裡面比賽 但是他們知道 一年四季有哪些節日 可以吃什麼東西啊 做什麼事情啊 我想說最簡單的全部給他們做 沒有想到他們做得很好 其實像有一組是中原 中原諜的 我說做這幹什麼啊 這個不好吧 結果他們做出來非常的溫馨 這組是電競組做的 我必須強調 另外呢還有一個過年的內組 也做的是叫圓滿 也做得喜氣洋洋 那還有另外一種就是 做情人節樂的 喜氣洋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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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的洋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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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